2024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主题是纪念布鲁克纳200岁名单 熟悉的旋律 美好的乐章 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 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 今年刚好是作曲家 布鲁克纳200岁的生日 特色就是要把布鲁克纳的音乐 他写的一个LAND的舞曲 透过改编以后 放到新年音乐会里面来 让大家感受到 纪念作曲家布鲁克纳名单 维也纳爱乐乐团将透过音乐 向全世界传达希望友谊与和平 同时指挥家也是亮点 透过一百多位 维也纳爱乐的团员票选出来的 Tielman是当代现在 最重要的指挥家之一 而且他也是布鲁克纳的专家 我们应该会马上感受到 布鲁克纳的乐音 也在新年音乐会里面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不可错过的 还有芭蕾舞演出 这次的表演场地 将更具有指标意义 2024年 Saskamagut被欧洲选为 这个他们的文化之都 而巴特一选 它是一个温泉的度假圣地 还有国王当年的别墅 芭蕾舞就会在里面来跳 然后让大家感受到华丽 精彩可奇的新年盛典 也将由大提琴家张正杰 透过他生动幽默的口吻 在电视转播和高雄魏武营 陪观众度过2024年元旦 东西新闻蔡秉吾 陈金豪在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